4月份可以种什么蔬菜 进入4月后,大部分地方都将告别低温 进入了气温的稳定回升期 今天呢,详细的为大家推荐7大类 40多种可以在4月份种植的蔬菜品种 那喜欢种植的菜友们,不要错过了接下来的介绍哦 首先推荐的是,种植起来非常简单的喜乐型叶菜 它们包括了红薯叶,空心菜,线菜,木耳菜等等 这类蔬菜生长周期短 对种植空间的要求都很低 在阳台小院上,用10厘米左右的土层空间也能种得非常不错 露天种植的话,南方大部分地方在4月份里基本上都可以开始了 北方的菜友们可以在4月下旬左右进行 第二个要推荐的是,一些地效块根,块茎类蔬菜 像芋头,红薯,山药,生姜等 这类蔬菜除了极寒的一些地方外 在4月里,南北方都可以开始进行种植了 这一类蔬菜需要的土层空间相对高一点 盆栽种植的话,要尽可能为它们准备更大更深一点的空间 第三个要推荐的是,深受大部分人喜欢的茄克类蔬菜 它们包括西红柿,辣椒,茄子 这三类蔬菜营养价值高,品种多样,风味独特 对于已经尝试家庭种植的朋友们来说,非常值得去种植 种植它们对容器和土壤的排水、透气以及肥沃程度要求比较高 使用的土壤呢,建议使用新土或者是前茶不要种植过它们的同棵蔬菜 以及草莓、瓜类蔬菜的旧土 第四个要推荐的是,窝菊类蔬菜 这类蔬菜包括意大利生菜、结球生菜、四季油麦菜、大叶树生生菜、紫叶生菜、咖啡香麦菜、孔雀菜等等 这类蔬菜中,有的耐寒耐热,在阳台上四季均可种植 有的在春秋种植,可以获得非常好的生长 最关键的是,它们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优点 就是,它们自身都含有窝菊树 这使得它们都不容易招惹害虫的侵劳 种植起来比较省心省事 另外,种植这类蔬菜的时候,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不要让它们太过干旱 在保证盆栽不落的情况下 尽可能让它们的种植土壤保持湿润 如此,就可以防止它们的叶子变苦,提升蔬菜的口感 第五个要推荐的是,口味型蔬菜 这类蔬菜包括了,罗勒,韭菜,葱苗,香菜,芹菜,紫苏,薄荷等等 这一类蔬菜的共同特点是,自身带有一些独特的气味 种植它们的时候,对容器和空间要求也不是很大 一般情况下,它们也是比较少招惹害虫的 因此,也是非常值得家庭小院阳台上种植一些 第六个要推荐的蔬菜是,瓜类蔬菜 这一类蔬菜,即我们传统所熟悉的苦瓜,丝瓜,黄瓜,南瓜,冬瓜等等 从三四月份起,我们都可以开始从种子,育苗或者是购买小苗直接种植 这类蔬菜对容器和空间的要求较高 有的还需要为它们进行搭架爬腾 各位菜友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酌情选择一些来进行种植 或者到我的频道主页里,收看早期的一些视频进行参考 第七类要推荐的是,豆类蔬菜 它们包括了四季豆,姜豆,毛豆,五架豆,扁豆等等 这类蔬菜是喜温型的豆类 在春秋均可以获得不错的生长 喜欢吃豆子的菜友们呢,在四月里也可以抓紧试试 以上就是今天推荐的七大类四十多种可以在四月份种植的蔬菜 事实上呢,还有一些蔬菜,例如玉米啊,秋葵等等呢 这些蔬菜不便于分类到以上的盘点中去 但是它们在四月份呢,也是可以进行种植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收看更多更详细的家庭种植视频呢 欢迎关注小家庭种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